提示沿路违规被警方拦了下来 不过远警才刚走上前 就发现对方身上散发浓浓酒气 当下尼克要他乖乖接受酒册 虽然男子嘴上同意 但却不肯配合 也被警方当场开单 重罚18万元 但难听警方怎么说 事发就在20号晚间 新北市卢州展开一年一度的 大拜拜绕境活动 警方也加派警力 到场为安 没想到一名男骑士 却喝得醉醺醺上路 不止沿路摇摇晃晃 更差点撞上路过民众 警方见状也随即将他拦了下来 发现他早已不是第一次酒驾 先前就曾因为喝酒上路 被吊销驾照 这回却依旧学不乖 也被重罚据测18万元 核污罩驾驶6000元罚还